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加沙地带协调员盖尔达 2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们在加沙地带直接观察到了的情况是 加沙已经没有一处地方是安全的 人们无处可去 无法确定晚上是否会遭受袭击 生活条件非常的恶劣 他表示需要尽快地结束战争 使加沙的人民获得喘息的机会